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分别是毛宁 刘欢 孙楠 谢小冬 内地的四大天王凭借自己的个人特色和优势 在当时发假的也是顺风顺水 称暴一方 如今刘欢 孙楠已经是超一线歌手 乐坛大老板的存在 而谢小冬转到幕后 已先打理自己的公司 只有毛宁 心路可谓一言难尽 毛宁当年凭借一首《涛生衣》就红遍大江南北 之后毛宁乘胜追击 连发专辑 奉献了诸多广外流传的歌曲 还成为了广东圣最受欢迎难歌手奖 之后与同门师妹杨玉莹她到演唱的心语更掀起了一阵热潮 这也因此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毛宁与杨玉莹也被评为是金童玉女 早在涛生依旧之前毛宁就登上过春晚舞台 尤其是在98年香港回归后的第一场春晚 毛宁 刘德华 张信哲共同演唱了《大中国》 当时的刘德华是香港四大监王的领军人物 最早打进内地 台湾的张信哲更是滚石力捧的情歌王子 毛宁代表内地歌坛与二人合作 足以见得当时毛宁的火爆程度 就在毛宁事业巅峰期 搭档杨玉莹外出留学 带出歌坛 之后毛宁又遇到了遇刺事件 当时毛宁在路边停车买水 遭到了三个带徒的刑机抢劫 被砍三刀伤势严重 当时有媒体爆出这是仇家包护毛宁所为 也有人单纯的猜测这是意外 真假我们不知道 但是当时的毛宁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舆论不断 毛宁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为此不得不再失退出娱乐圈 四年后毛宁调整好状态重新出发 但是娱乐圈向来是更新换单很快的地方 毛宁的再次出现并没有回到当年的巅峰 事业一落千丈 在各种综艺节目上成为了陪陈 毛宁事业的春天一去不复返 再到后来毛宁被爆出了吸毒的丑闻 要知道大家虽然对艺人的容忍度很高 但是触碰到道德底线 网友观众绝对不会容忍 吸毒艺人受到网友抵制 这个曾经红遍全国的歌他明星人设彻底坍塌 时过境迁 当年红极一时的歌星们也逐渐老去 而隐退歌啊 借得毛宁更是销声匿迹 无人问津 随着小鲜肉与流行音乐的替代 金童玉女逐渐成为了人们怀念的对象 他们的歌声依旧 但却再也回不去当年的时光 那第四大千亡被歹徒连砍三刀 人体一落千丈如今销声匿迹 对此你怎么看呢 你认识毛宁吗